在中国的浙江温州 有一位神奇的渔民大叔 为了与日本争抢海产渔业 不惜吃巨子 自行舰起一艘民用航母 据说这位大叔每次出海打鱼 周边还都围绕着上百来条小渔船 可谓是声势浩荡 豪气逼人 这艘民用航母还一度登上了 日本当地的头版头条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渔船的主人 要将这艘船坐得这么大 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 读懂中国故事 这位大叔名叫陈善平 是华盛水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出生于沿海的捕鱼家族 从小就跟随着父亲出海打鱼 这也使得他对渔民这份职业 有着天然的好感 他立志要成为渔业的领军人物 在海上打鱼的岁月 让他经历了大海的洗礼 成长为真正的海上男子汉 可是多年的打捞生涯 也只让他混了一个温饱 穷则思辨 他发现现在光靠这打鱼 是赚不到钱的 真正赚钱的都是卖鱼的 在一次特殊的机会下 他了解到温州一处港口 在大量售卖低价的鱼 而这种鱼正巧是澳门地区在收购的 因为两地特殊的距离 使得这种鱼在温州的价格 和在澳门的价格 可谓是天差地别 于是陈善平抓住机遇 拿出了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积蓄 还借了不少外债 将温州渔业市场的鱼 全部打捞一空 之后运往澳门大赚了一笔 这笔钱算是陈善平从事渔民事业以来 赚到的最容易 也是最多的一笔钱 这也让他奠定了 以后发展的道路 于是陈善平开始抛弃 以往的工作模式 他将卖鱼给商户这一环节取消 开始不要中间商赚差价 自己当独立买家 靠着多年打鱼积攒下来的人脉 他又开始在渔民群体中进行收购 而和他熟悉的渔民们 听说陈善平要开始卖鱼了 每次给他的鱼 也都是正当即且最新鲜的 之后陈善平开始在全国各地的沿海城市 进行调研 每个城市的每个季节销量最好的鱼 不管渔民们卖给陈善平什么种类的鱼 陈善平总能抓住最好的机会 卖出最多的价格 有一次 一位渔民突然拉了一批丁香鱼 给陈善平 问他收不收 陈善平很纠结 因为这种鱼体积小 卖不上钱不说 保鲜也非常困难 当地的渔民都叫它为里水烂 大多数养住户都拿这种小鱼 去充当杂食鱼类的饲料 而就在陈善平纠结的时候 身边一位朋友却跟他说 丁香鱼在日本很有销路 让他不妨收了之后 找日本人问问看 出于对朋友的信任 陈善平收了这批小鱼 随即他找到了一位日本商人 问他自己手上有一批丁香鱼 他收不收 而日本商人在听到陈善平 手上有一批丁香鱼后 当即就表示要收购 陈善平以前是没有卖过丁香鱼的 所以也不知道市场价格是多少 心中忐忑地报了一个他自认为很高的价格 4.5元一公斤 可谁知 日本商人听到这个价格后 都没有跟他砍价 立刻就跟陈善平签订了协议 一开始陈善平还觉得 日本商人的脑子有点问题 但事后陈善平越想越不对劲 没有人会做赔本的买卖 日本人也不是傻子 他能轻而易举接受自己爆出的价格 肯定这种小鱼的价格不止于此 于是为了了解日本鱼业的市场 陈善平还专门请了一位翻译陪同自己去了日本一趟 到了日本之后 陈善平肠子都快毁清了 因为这种丁香鱼在国内没有市场 但是在日本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日本人吃饭一般都会配上一碗汤 其中大多数以味增汤和炒汁为主 而其中的大部分的原材料都是以丁香鱼为主 而且丁香鱼还会被做成天妇罗 在各种店铺中的价格也非常高 4.5元一公斤买入 日本商人转手就可以以20倍的价格卖出 这么大的利润空间和日本庞大的需求量 让陈善平起了心思 而他在了解这个市场后又发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虽然每年中国都在往日本出口丁香鱼 但是在日本每年都还有数万吨的市场空白 不过日本市场虽好 但他们独特的加工技术我们却不得而知 这个发现让陈善平备受启发 于是他随即在日本当地找了家准备转手的丁香鱼加工厂 并用300万买下工厂的所有设备 为了避开日本人从中阻拦破坏 陈善平甚至还给自己留了后手 将这些设备的样式以及拆解步骤提前都记了下来 随后把设备运回了国内 最终陈善平把这个工厂的地址选在了偏远的北极岛上 别人不理解 但陈善平恰好觉得这是天选之地 因为这个岛附近还遇盛产丰富的丁香鱼 为了方便运输 陈善平还举家搬了过来 到了收获丁香鱼的季节 全岛的渔民都成了陈善平的临时务工人员 捕捞加工 然后第二天一批批新鲜的丁香鱼准时运往日本的水产市场 陈善平的丁香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而他在这个岛上一待就是整整15年 有一天陈善平手下的一位工人 在给陈善平捕鱼的时候 想趁此机会从中狠捞一笔 于是耽误了原本要运回的时间 导致一整批丁香鱼全部坏掉 这让陈善平很是气愤 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 争吵中这位工人还气不过的怒斥陈善平道 你要是那么有本事就把工厂搬到海上去啊 原本只是一句气话 却直接点醒了陈善平 他意识到渔船是活的 鱼是活的 人也是活的 唯有死的加工厂限制了陈善平的发展 因此在几年的筹备和下定决心后 陈善平又一次投入了震惊中国渔产的下一轮行动 2007年3月18日 名为华盛鱼加一号的大船入水了 为了节省开支 陈善平学习各种知识 从日本购买了小部分的零件之后 在国内结合设计图纸和原本的加工设备 直接造出了价格更低 性能更好的三条流水线 这就表明 捕捞上来的所有丁香鱼 可以现捞现加工 可以进一步的增加丁香鱼产品的质量 同时每天华盛鱼加一号入海之后 会有一百多艘随行的捕捞船 随时打捞随时加工 到这里也依旧没有让陈善平平下脚步 他在渔船加工打捞的过程中 又去了多个沿海城市 考察当地市场 他随着考察的路线 一路走一路记录 最后形成了一条极其完善的产业链 春天他会带着渔船来到福建浙江收虾皮 夏天去往黄海渤海收丁香鱼 秋天又到了辽宁收丁香鱼 冬天再回到浙江收虾皮 陈善平以一己之力 带动了周围多个沿海城市工作人员的经济生活的同时 以他现有的路线打捞加工产品 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各个季节 鱼虾的鲜活程度和产量 有大批量的工作人员 投入到最优秀的产业链中之后 必然可以生产出质量更高 性价比更好的产品 久而久之陈善平的加工厂 直接解决掉了日本大部分丁香鱼加工厂商 但在日本的丁香鱼产品售卖额 并可以达到每月10万到15万包 这也仅仅只是丁香鱼的销售额 再加上虾皮等其他产品 陈善平直接成为了当地渔业的龙头老大 浙江福建 辽宁等多个沿海城市 都在陈善平的带动下 投入到丁香鱼和虾皮的捕捞生产行业中 这也让陈善平成为了带动群体致富的领先人物 这位成功的渔业商人一步步的 从一个小小的渔滩 转变为打败日本绝大部分丁香鱼企业的 渔业龙头老大 这一切必然离不开他果敢敏锐的商业头脑和行动力 他一次次的学习 一次次的行动 他成功的向大家证明了 行动和智慧是成功的必经之路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想了解哪些领域的中国故事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编 最后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ünk 这一切地坏 这一切地坏 金钱划 感谢观看